首先恭喜杨子凭借长相思进入了金莹杰最佳女主的决赛单元 现在正式投票阶段 我刚投完票 转脸再一看那些营销号 还有一些消息发布者 居然把杨子给人为除名了 害得我又翻回去重新看一遍 我还以为真的是有什么乌龙事件 原来真的是打不过 咱们就把人家藏起来 你说这样像话 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自己 或者是从强大的对手身上学习一些东西 来有利于我们自己的进步 而不是这样掩耳盗铃 一页账目 然后把人家的名字给拿下去了 这样你就会弱化别人的存在感 这样你就能让杨子失去 争夺最佳女主的这种权利 幸亏我们这些人 是在娱乐圈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 知道这里边消酒酒 要是路人 还真以为根本就没有杨子 也许就不会去打开投票的页面了 这不就是损失了一大批的票 你说这些人他妈损不损 大家能不能心平气和的 能不能好好的专注自己的电视剧 自己的作品 而不要把眼睛看到别人的身上 追不上别人 那你就使劲追 而不是说想办法 弄个锁子把人套住 或者弄个使个绊子把人绊倒 这都不是证人君子的行为 所以说从金银节 这个精彩代表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边那边绕绕太多了 稍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 所以我们这些观众 还有喜欢养子的人 赶快去投票页面去投票 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不要被这些营销号所影响 哦哦 哦哦哦